如果说我真跟你媳妇有点事 我就是想问咱俩的关系怎么算 这没法算 这只能算扯平 这只能算扯平 不能再算 谁能想到 一向都是把别人噎得说不出话的 等于疯狗 能在自家打党身上 栽这么大个跟头 果然当等于是的捧根们主动起来 就没有能绝缘的痘痕 上到郭德纲 下到周九良 没有一个痘痕能逃出 进攻型捧根的魔爪 首先就是德云班主郭德纲 作为骂人记的鼻祖 郭老师很少在语言上吃亏 但当他遇见 开了大招的前大爷时 再怎么瞧蛇如黄的嘴 也能瞬间哑火 一静一静 梦游吗这不是啊 梦游我摸谁去了 来吧 谁那么高 你谁会啊 蜜 又你还带着蜜来的呢 别闹我们不剪肥皂 那吃八糟的 多少你剪干净了 都让您了 一句话 逗笑两位痘痕 前大爷这功底 也是没谁了 不过于谦更厉害的是 在这场巴马挂中 于谦总是能把包袱 扯到谷老师身上 来走西林地翁 哎哟 哗 我刚才说谁 说谁来着 问我呀 不是西林地翁吗 行啊 在里边地翁 哎好家伙 我这人眼看狗地了 你老是这么坦诚 孩子耿直 他说谁地了 可以了 行了 能进攻能防守 怪不得前大爷 能有相声皇后的美称 不过偶尔遇见 前大爷杀不住车的时候 郭老师也会在一旁好心提醒 你们最好照着词说 不仅是前大爷 赶在台上对郭老师进攻 作为郭老师爱徒 高峰搭档的阮云平 都曾在舞台上 对着自家师傅主动攻击 我也别拖这个德云硕的后腿 我就离开德云硕了 那么多年呢 咱们德云社现在也没有人要退出了 这方面新闻呢 又有点淡了 所以这会儿要爆出来 郭德纲爱徒退出德云社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德云社依然又火一把 月云鹏也喂狗 对 是吧 烧梦也喂狗 也喂狗了 孔云龙也喂狗 只有我不喂狗 我得喂郭老师 鱼老师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宝贝 正好冬天 什么宝贝 从那儿跑到这儿 别瞧腿不长 尺寸还真准 喂狗梗 退出梗 身高梗 鞭云萍 这是哪疼往哪扎呀 不过幸好鞭哥是爱托 要不 这下了相声舞台 最起码不得去玫瑰园跪两宿 和自家父亲 有着同样遭遇的郭麒麟 怎么也没想到 自家搭档狠起来 能这么厉害 好车 我真的啊 我不认识他 没机会坐这车 家里买不起这么好的车 这法拉利出来 一看就知道是好车 真的 尤其法拉利生产的这种SUV 他是为了 在这种道路上 他开 进西藏 去西藏 别去西藏了 好嘛 连河南都到不了 您这个身份 不应该不懂车呀 什么 法拉利 什么时候出过 这也难怪 他跟他爸看什么车 都像SUV 别说是 把自己损的 接不上话了 连带着 把父亲郭德纲 也损了一遍 怪不得 严和祥被称为 德云少奶奶 要是没这个身份的加持 哪位弟子 刚才台上这么杂瓜 接着 便是世尔阁最爱的酒梁了 虽说在子云社 酒梁有着 抑郁致死的 捧根美称 但世尔阁印象最深的 还得是 在逢翔现场 拿师父郭德纲的包袱 当献卦 那把那乐队老师请上来吧 没有乐队了 这不刚才有吗 那个大罗已经枪毙了 开会打大罗的扣十块钱 他差我一藏 他是按藏拿圈的 德云社这么 为什么让他坐这个凳子 夹死他 敢敲错吗 你看看 已经出殡了 这会儿 人去坐着空 除了酒梁敢这么勇敢外 作为等于六队队上的搭档 郎和颜在舞台上撒起花来 更是啥都敢往外说 贺伦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颜鹤祥 火 有人火吗 羊酒郎 火 有人火吗 周酒梁 火 有人火吗 没有 自己想想为什么不火 因为我搭档不火 罗尔哥能有这份自信 也算是对得起他自身的实力 只是搭档郎和颜的一针见血 多少是有点打击张和伦的信心了 看吧 这群捧羔们主动起来 杀伤力完全不输那帮痘羔们 之所以隐藏自己的光芒 也是为了在舞台上 能让痘羔们充分地展现 自身的才艺和实力 即使自己付出的努力 和痘羔一样多 即使自己的实力不输痘羔 但他们依旧愿意 收敛自己的光芒 只为搭档能够被观众记住 不出风头 不羡慕嫉妒 被等云社这帮捧羔们 牢记于心 三分斗 七分捧 等云社任何一位 红火起来的相声演员 都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当然 也离不开搭档的默默付出 您喜欢这样的等云社吗 欢迎留言告诉事哥 今天 又是期待酒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 定个关注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